他请教老师以前的这个南辉胡理伟兰 肖子到底是怎样 都会玩笑、索敌、而且有欧式的饭店 肖子没法跟正常一般的停停停 算是这样的停止 是白豆还是白糖所饮起的 要用什么样的药物来做风景 这个胡理伟兰 这个胡理伟 这个强调的是他的这个火 那么这开起来的时候 这个很香 这一盏火 这一盏 那么一盏 这等于是非常吸引人 所以那么这种也是很特别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全世界 那么这个胡理伟兰 台湾算王国 这种东西 蝴蝶兰王国 其实还有一个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草屯 草屯只有一个人 姓魏的 他特别 他每一年 他产生几个万丈 那么在胡理伟兰界 大概就是神一样的地位 这一世人可能都没这种东西 很特别 他有很多的这个瓶颈 在世界上 很多都是他的一个徒准徒孙 他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这个相当的不容易 那么这是我说到 这个大概想到 好朋友 先做一个了解到 那么这个 这个胡理伟兰 这通常 他在这个 拼镜里面 其实 相当的多了 这 有当时 它是一种 比较属于 这个大型兰 这我们每一年 不然是去看 这个国际兰展的时尊 我特别喜欢去看 这个东西 因为我感觉 蝴蝶兰本身 可能是看多了 就没有那种经验 但是这个 这个胡理伟兰 这个大型兰 他有当时 一分起来 只有一分兰兰会 可以开七八百里的 这个会 这个树大便是美 所以 我们来说 曾经 这个在国际兰展里面 这个 这个 就得到这种 所谓一个 全场总冠军 因为大家看到 都觉得 这实在是很漂亮 但是要整成那些漂亮 真的不太容易 真的不太容易 那这个 肥有的人 他所需要的 这个光照 稍微比较 这个低 所以你说 这个歪头 人家会有黑斑 超大 你的遮光度不够 简单来说是这样 所以 应该是为这个所在 改善一下 这个遮光 这个环境 那么 最好是 可以让很多人在 正这个 福利卫兰的时候 他们会做这种 双层的 这个遮光网 为什么做双层的 遮光网 就是说 弱人一顶 干人一顶 所以 是不是你的 这个遮光度 有一点点 较不高 这是我个人的 这个 这个 看法 就是有一点点 这个稍微有一点 那种类似 这个 晒松 这种的 这个 这个光度 还要 百分之五十的 一个遮阴的 一个环境 这个蜜 较容易晒松 所以你在这些 材败里面 应该要稍微注意到 那么 在这方面来说 你可以 利用一些 这个 这个叫做 玉米素 我们有一个 风释棺 这个 那么 这些东西给它 喷一喷 那么 这减少 减少 对于说 热障碍 热障碍 这个环节 解割到 这个问题 这个会比较容易 去 算 如果是 你修改 做一些 这个处理 这个会有 一定的 这个效果 好够 应该是 还可以 那么 算 在 隔温的时候 较不容易 出现到 这种 这个问题 这应该是 含 到 这个高温 特别是 这个 这种 连续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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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音料 含 含 含 隔温 所发生的 这个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栽培上 你必须要去 脚骨 这部分 的 这个 这个 种控 那么 增加 它的 这个 这个 遮音 这个大概 没有什么 太大的 这个问题 那么 这个 基本上 可能是 这样来 做出力 应该就 没有什么 很大的 这个 状况 所以大家 不了解 是这样 你可以 来 这个 企划 买 它不是一个 很难种的 这个 兰花 但是 要账 很漂亮 就没有 那么的 容易 那么 大概是 这样的一个 情况 可以给我们 做参考 好 嗯